陳展鵬這日出席晚宴 但只見到展鵬一個人現身 原定都會出席的未婚妻善文猶就不見人 提到一對準新人早前遞交的疑結婚通知書 日前被媒體曝光 他們還是佈著同一個地址 難道展鵬和善文猶一早就已經同居? 我覺得同不同居就不是一個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又把我的地址拿出來 其實那個地址是否我自己住呢? 或者是家人住呢? 這個私隱我想觀眾都要保障一下 以及結婚註冊是很正常的事 又不是去偷又不是成功 但我覺得不重要 自己做娛樂圈都是那句 吃得鹹魚帶得渴 至於即將舉行的婚禮 在婚客名單方面 應該都令到展鵬很頭痛 這次我們都處理得很好 因為大部份都是我自己 從小到大的朋友 和親人 和一些前輩 我盡量希望可以自私 因為有很多家人都要保障他們 不希望太多亮相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都會分開 應該怎樣說呢? 應該分開兩天 或者我們會和其他身邊行內的朋友 就會再做一個